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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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点 快点 什么里 沈涛 我明白 一路顺风 好 再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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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那个舞会还挺不错的 我以后经常陪你来玩 好吗 上车吧 嗯 谢谢 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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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传明啊 嗯 写什么呢 袁公子让我写一首劝兵歌 要求通俗易董朗朗上口 让士兵们传唱 从天津新军营回来你是更忙碌了啊 你也没闲着一直见不着人影儿 真的 我 你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可是帮了你大忙 你不要忘恩不义啊 当初要不是 不要再提当初了好不好 这事你就看着办吧 老板你要住店 我想问一下 你这有没有住着叫丁潇潇的客人 好 我帮你查一下 有 是有一个叫丁潇潇的女子 对 昨天刚住进来的 就在后面第二间 谢谢 小小 表哥 我找了你好久了 你怎么知道我来京城了 有人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来了之后都不告诉我一声呢 我是来找魏公子的 表哥你不是跟我说过 他到京城阿大导之后就会来接我的吗 可是为什么我等了那么长时间 可是他连最起码的一封信都没有给我 表哥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 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呢 我也很久没有见到他了 小小啊 你就别想着那个人了 你是知道的 他魏公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是一个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 就算他今天把你接到京城来了 他也不会好好对你 也不会给你一个名分的对不对 你别犯傻了 我怀孕了 我坏了他的孩子 韩明 你干的好事 我干什么好事了 小小怀孕了 你别吓唬我 我吓你 你自己去看他现在的样子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甚是你干的 你让我说怎么办 好 我说怎么办 你把他娶了 不可能 我已经跟银行家的女儿白小姐求婚了 婚期都已经定了 混蛋你 陆川明 你带不到王安人的样子 当初我跟你表妹发生的事情 还不是你拉的皮条 要说造孽也有你一半 你脱不了干系 说到天边 我不过是睡了一个小家碧玉 你呢 把自己的表妹都拿出来买官进决 你才不是东西呢 现在事发了 我们俩就是绑在一起的蚂蚱 这忙你是帮也得帮 不帮也得帮 传明 你还是帮我想想办法吧 这事情我不可以出面 帮我打理一下吧 怎么打理 使得说服他也好 用技也好 先让他把孩子给打了 Sasuke 彪歌 有没有找到魏公子啊 还是没有他的消息 喜事这样拖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 表哥倒是有个想法 你说 把孩子拿掉 不 不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一个小生日 我不能谢谢便天 他去把他打掉 你又没想过 这孩子是魏公子的 是他造的 你也留下的种 不管怎么 还是先找到他再说 男人是找不到他 找不到他 你就等着多分一天天大起来 想想 你现在是一个未出国的女孩子 这种事要让别人知道 你脸还往哪摆 我早就没眼见人 更不怕别人收散到死 不管怎么说 还是先找到他再做打算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表哥也不强求你 这样吧 你是你本来不好 现在又还了孩子 我认识一个妇产科的医生 明天就带你去做个例行检查 就算是 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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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帆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发布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小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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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事情弄成这个样子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所有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 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了 把它卖了 是人吧 既然敢说出这么丧心愈狂的话 我可以一所了知 你呢 我这不是为你考虑吗 如果不把他给卖了 他醒过来肯定闹翻 恨你骗了他 把事情撂到你一个人头上 倒是为你怎么向他家人交代 你怎么向他父母交代 到了 好的 你 Ferg 你永远 得是 我的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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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快走吧 谢谢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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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勤快点 快走 找公公公 怎么在这儿 春月 快点 别偷懒 你没被人放到这儿了 是啊 别吵了 你不等这儿的规矩吗 不许乱说话 不许乱走动 那你就下了鞭子 站回去 再往上 走 统领 佩子东 怎么是你呀 认不出我吧 认不出来了 这么久不见 你的变化太大了 怎么连辫子都没了 来 坐坐坐 怎么 想不到是我吧 真想不到是你呀 有人给我送了一封信 这信上就写了万福龙三个字 我就过来了 这万万没想到 是你小子 特利 你还在皇宫护军营吗 还在 你呢 我逃离皇宫以后 东西闯荡 南北漂游 做了些事 赚了些钱 赚了一圈 又到京城了 那你到京城来干什么 看看老朋友了 还有 我想找蓝芯 蓝芯 蓝芯和纯元 都被发布到云南去了 你不知道吗 他们犯了什么事了 要发布到云南 听说是为了 真妃和一些乱党分子 受到牵连 你也知道了 这宫里的事 谁也说不清 为了点小事 就会惹来沙山之祸的 不行 我要去找他 对不起 统领 我先走了 裴子冬 裴子冬 哎 顾传明 裴子冬 你怎么 哎 这边说 我是专前来找人 你知道蓝芯和纯元 已经被发布到云南了吗 他们俩不是在宫里吗 怎么会到云南去 你也不知道 怎么会这样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儿童领告诉我的 这事千真万确 我要去找他 李维子 我跟你一起去 我现在准备一下 今天晚上我们出发 好 等我 来了 来了 怎么样 姐 有没有暖一点 姐 蓝芯 你这样不行的 可是这种地方 哪有药啊 我知道 豹子爷那边有 豹子爷有药 嗯 谢谢啊 豹子爷 我刚刚去找您 我姐姐病得厉害 发烧发胆很严重 我想给您拿点药 好吧 待会儿我叫人 给你把药送来 谢谢豹子爷 嗯 对了 蓝芯 我那儿有间专房 你和你姐搬过去住吧 真的吗 那我们现在能搬吗 不着急 等收拾好了 你们再过去 太谢谢您了 嗯 谢谢 姐 怎么了 你是知道我要来 所以四门大开啊 我要出远门 没空理你 你可以不理我 可是这有人 你不能不理 岳公子 事别三日 当刮目相看 传明 你现在变得 很神气嘛 岳公子 你这么晚来找我 是不是有事情 传明啊 你上次写的 劝兵歌 在保定新军 广为流传 军心大振 家父十分赏识 不过 家父想让你写一篇 治国平乱的好文章 你可否有这个文采啊 多谢袁公子赏识 那好 我也帮你找了几个帮手 我们找个秘密的地方 日夜间歇 可是我还有些事情要办 您看到我要出趟远了 说到底你这个人 就是不识抬举 这样的好事还轮不到我头上呢 你居然还摆臭架子 既然传明有事 我也不再勉强 我去 那好 车马就在门口 走吧 我去 我看错了 进去吧 药就在我屋里 来信你先坐会儿 我去帮你姐姐拿点药 谢谢包子爷 包子爷 你这是干什么 兰心 我第一次看到你 我就喜欢让你 兰心 你就跟着我吧 不 不 你就跟着我 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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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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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心 快到我屋 山洪就要爆发了 我们快去找你姐 走 走 好 Need 吃 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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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小心啊 那边有什么事 过去看看 好嘞 发生什么事了 下面有人 他们一定是被洪水冲上来的 你们先去看看 救他们上山 快 好 有谁啊 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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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来 救人哪 快来救人 这是怎么办 阿谷 他们都是被洪水冲过来的 阿谷 阿谷 我这是在哪 姑娘 你是被洪水冲到我们这儿来的 我姐呢 放心吧 你们都被救了 这是我阿妈 我叫阿伯 你呢 我叫兰心 谢谢你们 我姐在哪 带我去看我姐 姐 兰心 姐 兰心 你怎么样 我只是有点伤 没事 就怕再也看不到你了 姐 我们总算逃过大万 还多亏这场伤害 把兰心从暴贼的虎口中 救了出来 两位姐姐 还有这位大哥 阿妈说了 这卷房原本就是空着的 你们就住下来吧 阿姑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总算没事了 这下你放心了吧 让你受了疑 姐 我们是亲姐妹还说这样的话 对 我们都是孤家的姐妹 我们算是死归一回了 可现在好了 又重新活过来了 蓝星 明天咱们就离开这儿 姐要带你回去 让爹认回你这个女儿 让爹认回我这个女儿 我知道 或许你心里有怨 但是爹也有她的苦衷 我希望你可以原谅她 难道 你不想做回孤家的女儿 不是这样 我很想做回孤家的女儿 可是成年怎么办 她可以继续做孤家的儿子 但是 你必须做回孤家的女儿 姐 你让我想想 你不用担心 一切 有姐给你做主 是我 那 终元 你拿剪刀干什么 入乡随俗啊 你看 阿郎他们多精神啊 来 我帮你把辫子给剪了吧 淳源别开玩笑 不行不行 这坏了大清的规矩嘛 山高皇帝远的 还有什么大清不大清的 来 别别别 还跑 淳源 我没了辫子 我们就回不了家了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你还以为 大清朝是你的家吗 看来我们这次 只有客死一乡了 谁说的 你有家呀 我已经仔细想过了 你跟我们一道回去 我 是啊 我们顾家绣装 这么大的地方 难道还没有 你的容身之处啊 可是我毕竟是个太监 你们家德高望重的门帝 能容纳我吗 全福 你怎么又说丧气话呢 我既然要带你回去 就一定会有这个把握 淳源 你还年轻 还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 从小就入了工 什么也不会 什么也不懂 只会工人使唤 我会成为你的累赘的 谁都可以这么说 就你不行 姐 全福哥 全福哥 你怎么把辫子剪了 是啊 兰兴啊 你怎么去阿果家去了那么久啊 姐 我这样告诉你 姐 你知道吗 阿果的阿妈是个刺绣高手 他们这刺绣啊 线色和图案都不一样 那你都吵架了吗 还没来得及呢 只问了一点 如果我们能在这儿 堆住一阵子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说不定将来会有用呢 蓝星 这是你想留下来 唯一的理由吗 好 那 咱们就多留下来一些日子 梦 姐 怎么了 伯母 远 你怎么了 有点头疼 头疼 初原 头疼个大意不得 大概是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吧 我记得大洪水的时候 我的脑袋被树根撞了一下 打从那以后 就时不时有些头疼 静言 会不会上次 把头撞伤了 你们不用担心 我想休息一段时间 应该就没事了 蓝星啊 你绣的玫瑰花像真美了 我好像都闻到花香了 你们中原的刺绣 真的比我们惊喜的多了 阿妈 你也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你们的刺绣 不光是模仿了它的逼真性 最重要的是 冲凑发挥了你们的想象力 跟创造力 这才是最高境界 不是吗 你说得真好 蓝星 你看 你多讨阿妈的喜欢 阿妈呀 恨不得收你个女儿呢 蓝星 你愿意吗 阿妈 我怕您会嫌弃我 反正的话 我爸爸都有你这样的好女儿啊 你比阿果强十倍呢 阿妈 你又笑我了 蓝星啊 你看 这赤石的颜色 果然是耐久不退 看来呀 我们还真是因祸得福呢 姐 今天什么日子 你要我洗这么多菜 明天就是咱们汉人 要过的元宵节 明天是元宵节了 是啊 我都不记得了 往年元宵啊 咱们都是要吃汤圆的 只是 在这儿 也就只能将就了 但是呢 这习俗可不能免 借给你呀 做几个野菜园子尝尝 我还记得以前的元宵节 我们猜灯迷 舞狮子 还有通宵达旦的爆竹 蓝星 该学的秀义 咱们也学的差不多了 孤家的人 总归是要回到孤家的 这是娘对我的临终嘱托 姐该带你回去了 姐 我也很想家 很想回去 可是毕竟已经二十多年了 如果传明知道 自己不是孤家的亲生儿子 他一定会很伤心 你真是什么都替他着想 可是你有没有想到 这些年 孤家又是怎么带你的 你招肃暮想的船迷 他有给过你之前片语吗 姐 这也不能怪传明 他一个人在外面谋事 挺不容易的 我什么都帮不了他 不想拖累他 更不想因为我的事让他伤心 让他一下子 接受这个事实真的很难 如果这个时候我确认祖归宗 我担心会伤害到他 你是太善良了 可是姐已经决定了 既然你应该信我 姐姐们一定要带你回去 认祖归宗 你要是一天做不了决定 借着在这儿陪你一天 不管多大的困难 咱们孤家的姐妹 生死于共 1912年的元宵节 是个不平凡的元宵节 混在西南边陲 深山老林里的蓝芯 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 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11年 武昌首义的一声枪响 中国革命党人 在民族危机深重时刻 走上了政治怀态 1912年元旦 孙中山在南京 就任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 创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共和政典 辛亥革命 宣告了中国封建地质王朝的覆灭 也迎来了光复中华的 第一个元宵节 春元 放着我来吧 还是我来吧 你忙了一天了 也累了 没关系 坐下歇会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烫手了吧 没事 没事 卓元 你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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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要骗我 你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要把自己的委屈 藏到哪一天啊 不是我想要委屈自己 这种塞外边垂的地方 我就是说出自己的病 除了四天你们的烦恼 又能怎么样 可那也得想办法呀 这里缺衣少药的 能想什么办法 还有什么办法 春元 我们一起想办法好吗 我们俩十几岁 从此地上到现在 经历了多少坎坷 不都是相扶相掺的 走过来了吗 我们一起想办法 好吗 爷 姐 姐 怎么了 没事 我没事 兰芯 你姐的眼睛出问题了 春福 你别胡说 姐 为什么要瞒着我 没有什么大事 恐怕 还是之前在绣坊里 整天对着真眼 落下的毛病 可是我前两天 问你的时候 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呢 病在身上 急也没用了 敢着急有什么用 我们得想办法 春福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你赶紧带着你姐离开这儿 姐 昨天晚上 我想了一夜 任爹的事情 我答应你 我跟你回去 你说的是真的 嗯 我已经想清楚了 姐 这么多天来 我一直拖累你 不然你早就回家了 我觉得春福哥 说得很对 这样耽误下去 你的眼睛一定好不了 所以我们赶快回去 赶快眨眼睛 这时 由云贵到江南 毕竟是千里迢迢 我怕 我这样不拖累你 姐 你说什么呢 这么多年来 你怎么照顾我 怎么关心我 现在是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你还说拖累我 姐 不管再苦 我都要一直陪着你 蓝星 全福昨晚就去打听 这眼的秘方了 等他回来以后再说吧 嗯 冲云 全福哥 这眼病的偏方 我打听到了 这儿的人 有一种叫石耳的 来之眼病 石耳 对 是一种长在深山石头上的东西 有点像沃尔 都说石耳能够消炎瞑目 我现在就去找 你要等我 你小心啊 姐 我准备点吃的 给全福盖在路上 去吧 一种 哎 大叔啊 我向你打听见事啊 你知道那边原先住着从中原发配过来的犯人吗 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了 前些时候啊,这里有过地震,山洪爆发,冲走几乎所有的军事 那些犯人淹死的淹死,冲走的冲走,就是不死也都散光了 都冲到哪个方向去了? 山洪是从东边冲过来的,那就是往西边去了 我不是你,裴哥 我不是你,裴哥